大家好,歡迎來到噩噩噩噩噩的頻道 今天回到龍珠爆裂擊戰的國際版五週年 這個55年抽獲券的獲得方法 因為我看到太多朋友都在留言問 我現在只有47張券,我只剩下這些券,我怎樣有呢? 這段影片最主要是按照之前的85週年任務而列出來 其實我對國際版國際版的任務和日版基本上是一樣的 所以我正常推測,剩下的8張券和日版都是相同的 現在先和大家說一說,開頭的章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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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的券 第一次登入就送五張 之後就是打圍斯關卡就會有一顆潛界珠,就會有一張 可能你再打多一次,五顆潛界珠就會有另一張 之後就是用一顆新潛界珠 所以這裡暫時有10個角色的角色的角色 就是用一顆新潛界珠的角色的角色 就是用一顆新潛界珠的角色就會有另一張 所以這裡暫時有10張的召喚拳 之後任何一張必殺技升到Lv.3,Lv.5,Lv.7,Lv.10 你會有多4張券,最簡單的就是打墨魚 例如扎馬斯那些,你一定會升到Lv.10 那你就打你關卡去刷,所以這個也不難做 之後,當你用的體力有100,200,300,400,500,700體力 就有多7張召喚拳,只要你消耗到700體力就會有7張 我相信這個也不難打,看看大家有沒有心去處理 之後再打維斯的關卡五次,就會有一張 而現時尾斯的關卡每天都開放,所以都很容易做到 而且你要拿技能珠,你基本上一定要打他,所以你也不會不打 之後呢,就去到下面,就是要打這個 飛力新的關卡五次,就會有一張 那你又會多兩張券進去 之後呢,飛力的關卡每天開一個新關卡 但現時就應該全開的,一至五 那只要你在一至五關,都打一次 那這裡就會有很多 這裡有多20張券給你的 那基本上,我想大家都有的 你20張券應該都不會沒有的 那之後呢,就是打兩個活動 那這個是一個三人的殺人 那國際版的關卡,就是要打一個十次,就會有兩張券 因為五次一張,十次一張 那你打一個十次就可以了 那之後這個人類令計劃 就是打一個十次,就會有兩張券 所以這一版也會有四張 所以就會有四十七張 這是我們五周年Part1的活動 那其實呢,接下來五周年,它會有Part2和Part3 那Part2方面呢,就是 那這裡就是Part2的任務 那也是要用體力 一百,二百,三百,四百,五百 那這裡有很多五張 那這裡先戴上頭盔 那我是按照日版的任務 那有國際版的參謀一下 因為還沒出 那我看到大家不斷問 那那八張是哪來的 那就跟大家說一說日版當時的進度 那這裡就加到五張,又有五十二張 那之後呢,還有打一次維斯的新關卡一次 又會有一張 而且只要你完成了當時所有五周年第二段的任務 又會有一張 那第二段的任務 我記得是不太難成的 那到時候等國際版出了 那先再跟大家看看吧 那其實現在累積到五十四張的召喚券 那剩下一張就去到第三段 那第三段是怎樣呢 就是清除任何五個關卡 不是,清除任何關卡不遲 都說錯了 清除任何關卡不遲 你就可以拿到最後一張召喚券 那到時候總共有五十五張 就可以去抽一下 那五十五年抽的召喚券 那其實那個也算不太核心 那官方呢 基本上你肯做任務 每人就會送一張LR給大家 那也有機率送超過兩張或三張 那按照我之前在日版做的投票也是這樣 那你預測七成人會有一張 那三成是兩至三張 那看看大家的運氣如何 那今天就到這裡 那喜歡的影片記得按讚和訂閱我的頻道 那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